討論事項鎖獵議程 剛才已經尋答結束 進行逐條討論 那現在先協商 我看我們先協商 看怎麼處理 協商 我們已經懷疑了 你們會審出A版B版再出去 要不然所有版本都出去 看完 阿信憲版 師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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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解東案有關的 預算有關的 單位可以先走 阿跟法案有關的 還是要留在這裡 他不會就該回家 真的嗎 另外一種是 風頭盤 還有 像 羅美寧還有 風頭盤 跟其他 玩 看那個 風頭盤 簡單講 就是有兩個 公投不在請 另外一個 公投法 我們看這樣 公投法 公投不在請 因為這是有料 這是有料 這個 因為現在行政案專頁 對不對 今天我們就來討論 要把他討論出去 行政院來合理會推上 要合併去曹理學商 都同意 這個問題大家都卸下來 不要他進來 合併去曹理學商 我們都會進來 這樣就有一個影響進步 簡單講 我們希望的是 今天就可以進步 這個兩邊的影響 這個自我作為幫我們 當然希望 我們要把他 直接進步 而且這個是 他也不斷 必死性 也不然可以把他 這樣我們要第一次 再看完好的事 我們要希望 擔造的 對 那時候我們要想 另外還有一點 我們還是希望 舌也是吧 是不是可以吃 這樣 但是聽起來 不會這樣 沒有 我跟你講 不是那麼容易 這個我們也知道 因為通過法以後 訂定相關的 這些程序 也是中選會 不要再去訂定 他應該干擾 他就說感傷的 是 你們要跟進內 這個一定做得到 有什麼 我相信 有什麼 這個 我們主動 因為我們 我們立法院 是以他下面 能把訂定相關的 但是我希望 今天就可以 但是我希望 好 如果說大家的同學 先提 中 和什麼 代理他們 都沒有 還要 要 要 極大的 我們可以 拒心 對 開始 都可以 但是有先後 就是我們先實力 就是那個 每一個 是 我們的 一定 嗎 現在 我們怎麼 就是 巨 crucifix 公平 翻對 有三個 行政院的其實我們有開報道 其實我會有另外審議 那個要講一兩句 認同人才會這樣發生 就是按照行政院發生 那是一條一條說 可以把台灣的寫情還是看不太出來 甚至另外一條是 他的台灣人可以修公投法 可以 對啦 那把公投法的就變成遙遙無期 我現在是這樣想 第一 第一 今天的版本十二個 說起來龐雜 十一個 其實是很龐雜 光剛剛招偉說的 結構就有三大類了 那每一類裡面的制度的設計 又非常不一樣 好 這個是第一點 這哈有它的複雜性 那第二點是 院版畢竟還沒進來 那院版沒有進來 我知道 趙偉都不說是怎麼 點火機歪啥 但是那個就過去了 既就這火機 真的是快馬加鞭配合理 所以明天就復違 院版明天就復違 所以我們過去的慣例 我們過去的慣例 就是院版進來 然後一起審的時候 把所有複雜的東西呢 發環預檢 整理成A版B版 再送草野協商 因為草野協商 要取代委員會的專業竹條 不可能啦 所以草野協商之前 為什麼要委員會 就是委員會專業竹條 可以發環預檢啦 所以我是主張 我們今天巡查結束 那院版進來就 你等於下下禮拜就審了嘛 下下禮拜一百 對明天就進來了嘛 下下禮拜 沒有他還沒進來 我們就不審嘛 所以等他進來的時候 一起審 審出A版B版出去啦 這樣啦 我是覺得這樣的時候 我們委員會的政院才有乾起來 那我說11個版本 然後院版沒進來 我們要全部把它丟出去 然後去草野協商啦 委員會還是有委員會的職責 包括今天的院版 我那個時間表一出來 主委我也要去找頭 沒那麼簡單 光一個時間表 我一定委員都覺得太長 你也覺得太長 我都覺得你們措手不及 20天前才知道人數 光一個時間表 見解就南遠北側 沒有深入討論 怎麼可能整理出一個 至少兩種版 兩個大方向 那沒有大方向 阿暖曹操 我們現在先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是進入正式在協商 那個這樣子啦 我覺得 現在 你 行政院 的版本 我們等了那麼多年 阿等了半天 他現在 慢慢拖拖拉拉現在進來 所以阿 我們不想再等 我們怎麼知道他現在 到底又要怎麼樣 明天 明天 明天就復委了 明天 就復委了 明天 明天 院會就復委了 我們不想再等了 如果前面的院會 沒有站主席台 會更早復委 我們不 這個喔 早三年前 107年 就叫他們訂定 相關的這個法令 這個母法裡面都在那邊 叫他們訂定 107年 今天委員樂而獎 欸 到現在幾年了 好 現在休息 等一下啦 欸 我要說一句話 你就休息 你不要讓我講 現在要說好意思 休息 休息 沒有啊 他寫言詞 我們不同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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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說這個我們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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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差不多多少啊 他這樣連我這樣也活路心嘛 對啊 這樣一半要怎麼處理 你看整頓跟一個人這樣是要怎麼去 那也有協調 這樣我們不就還丟在這 這還有這麼多人 這還有這麼多人 羅美營委員也在這 這樣丟人 要看到一個開車才我回去才會打去 因為我都不走不走 不太OK 我說話而已 我都覺得說 比我們那邊 就等他下下 下下在換他的時候 還是他 完成的啊 因為大家都溝通了 不是說外面政黨的主席 去那裡用這個 對啊 那這樣也不好啦 大家咀咀斷斷斷 還要一旦宴會來 還要讓他來 外面就是這樣啊 不是要怎麼啦 要不然我們 落隊 對 可是那個 那個什麼 他早上 有報告 確定有趟照嗎 有啊 沒有不對嘛 有啊 都確定嘛 秘書長有趟照嗎 遇上呢 沒關係 要檢查 好 啊 我們都要走 好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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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他說這樣 我現在可以說 他說 現在的相關法案 我可以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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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說 我可以再說 你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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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我們 預算是沒有問題 預算可以 預算可以 所以稍後 現在 因為他真的有剛看他以前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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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沒有啦 沒有 我有確定 我確定 我確定 是 我說明天 有這個檔案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他說的 我們就要說 對 他會知道 幫我坐在這裡 我想說不知道要怎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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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乘 students 就是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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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下午是放假嗎 那今天下午是放假嗎 對對對他放假 他只是他剛剛就說我 我們車子可以直接開回家 他中辦代接 這 advance 這要空間細節喔 要不然沒有吃 沒有啦 有油 還要放鬆 那些都要放鬆 慢慢地放鬆 還有一斤 是有油 不然是有油 這裡也是有油 這樣的 主席 他以前做過招呼 我媽以前做過招呼 我媽媽這個個性 我們來議論議局長 政治行政 那個邱顯智委員他也反對剛剛趙偉的講法啦 剛剛趙偉是說除了不在籍投票以外其他的暫時不處理 但是邱顯智委員認為他們的公投法也要處理啦 所以他也反對你要跟大家講 補充一下就是應該還是要我們的也要一併處理啦 那可能比較妥善的做法是不是說 院版進來之後然後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 那連實在力量黨團的公投法的草案也可以一起來處理這樣 所以因為今天在場有很多媒體朋友 我特別要說明的就是說 如果趙偉指控說民進黨沒誠意在拖在擋 那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是趙偉他要求的處理方式 包括民進黨跟時代力量都反對 因為民進黨反對的理由是說 第一個院版沒有進來 我們必須 第二個沒有經過委員會的專業審查 把所有版本全部送出去 基本上朝野協商不能取代委員會的專業審查 因為這個法太多不同的制度設計 所以有的有通訊投票的 有的有太多不一樣的設計 所以一定要在委員會的內部審 那明天就復委了 所以下一次招委排案他就可以審了 我們沒有要檔 今天我們也都說這個會期一定會讓他過 所以民進黨是基於這兩個理由 所以專業的審查不能沒有 那我們過去內政委員會的慣例就是 A版B版送朝野協商 就是A版是行政院院版 B版是其他委員的版本 整合A版B版送出去協商 我們只是要求尋專業審查的程序下去 然後明天行政院版也就復委了 那時代力量有時代力量的堅持 所以也認為等院版進來 然後時代力量的其他公投法的版本 也必須一起處理 換句話說也是無法排除委員會 跳過委員會的審查 所以特別跟大家說明 目前的僵持是這一件事在僵持 就是招委搞失蹤 然後把國民黨的委員也都叫走 招委搞失蹤 那我們只好都在這裡等他 那這種僵持的原因是這樣 不是說什麼執政黨在拖延 其實是包括民進黨時代力量 對剛剛招委的這種處置方式 我們都不同意 然後我們共同都主張要願版進來 然後再一起審 不是那個問題 不是那個問題 他現在不接電話 我剛打了他不接 我剛剛打了他不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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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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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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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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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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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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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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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鎮市區護政機關查核更正 並通知戶籍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駐籍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25條之四 通訊投票之申請自投票日前六個月起自 投票日前三個月止 投票權人申請通訊投票之期間 中央選舉委員會因公告之 符合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資格且定居 我國境內自投票權人由本人辭 身份證至戶籍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提出書面申請經護政機關查核通過 並於投票權人名冊註明後 由投票權人戶籍地之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於投票前四十五天 將通訊投票證明書以編號之公投票 及寄回公投票之內外 信封以雙掛號方式並統計發通訊投票之 投票權人中央選舉委員會 應於計發公投票期間公告之 前項查核准與登記為通訊投票自投票權人 其准與登記自證明文件交申請人後自投票日前 申請人上司投票權人資格者 原准與登記證明文件實期效力 不予列入通訊投票投票權人名冊 以列入名冊者予以註銷 有關收到通訊投票證明書後自注意事項投票方式 通訊公投票郵寄寄回方式與期限 交際後之效力等相關事項由中央選舉委員會 訂定辦法規定之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25條之5 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即發通訊公投票期間 投票權人於10日內 未收到公投票者應通報所屬戶及地資之下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以取消該編號公投票之效力 投票權人於通報同時的要求 各該選舉委員會 重新補發另一編號之公投票及相關文件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25條之6 附贈機關對申請案准與登記為通訊投票後 編造通訊投票權人名冊 詳細記載各投票權人姓名地址公投票編號及 通訊公投票計交地址 並於規定期限內送達戶籍地資之下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25條之7 投票權人戶籍地資之下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於即發通訊公投票日起 選派投票管理員會同投票監察員 將通訊投票專用票櫃當眾開驗後 並將封鎖同時指派投票管理員於通訊 期間專責管理搜建 將通訊投票信件投入專用票櫃集中管理 並嚴密封存公投投票日 由自銷市選舉委員會經公開程序查驗票櫃及開封 並由各選舉委員會工作人員將票櫃內 通訊投票外信封逐一拆封 取出內信封逐一以公開方式 主張取出唱票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二十五條之八 通訊投票有下列情勢之一 者不予計票一 公投票編號已被宣告無效二 未使用選舉委員會 制發之信封三 通訊投票公投票之郵寄方式 未依中央選舉委員會之規定辦理 四通訊投票外信封正面投票全人所填姓名及戶籍地址不明字無法查對者 五通訊投票投票全人名冊查無其姓名者 六投票全人位於規定截止日前寄達各該選舉委員會 七投票全人寄送兩封以上之通訊投票信件 八重複投票者 九通訊投票外信封未封口及封口破損 或信封外觀已有迴旋者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二十五條之九 為於規定期限內寄達於各該選舉委員會 之公投票皆屬無效票 不予最佳計算 但因由務機關重大過失所致者不在此縣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二十五條之十 投票所工作人員戶籍地或準與登記 以轉投票之投票所與其工作地之投票所不同則 由鄉鎮市區公所編造工作地 投票全人清冊於投票日二十五日前送工作地 鄉鎮市區護政機關工作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應依前項清冊編造工作地投票 投票全人名冊 並通知戶籍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於戶籍地 投票全人名冊助記工作地投票 原準與登記為移轉投票 投票全人名冊之投票所工作人員 應由戶籍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並更助記為工作地投票 並通知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不編入移轉投票 投票全人名冊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新增第二十五條之五 投票所工作人員戶籍地或準與登記移轉投票 之投票所與其工作地之投票所不同者 由鄉鎮市區公所編造工作地投票 投票全人清冊於投票日二十五日前送工作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工作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應依前相親冊 編造工作地段 編造工作地投票投票全人名冊 並通知戶籍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於戶籍地投票全人名冊 註記工作地投票 原準與登記為移轉投票投票全人名冊之投票所工作人員 應由戶籍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編更助記為工作地投票 並通知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不編入 移轉投票投票全人名冊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二十五條之十一 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應依據確定之移轉投票投票全人名冊 編造投票通知單 送郵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公所於投票日 二日前掛號郵寄或分送移轉投票 投票全人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新增第二十五條之七 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應依據確定之移轉投票投票全人名冊 編造投票通知單 送郵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公所於投票日 二日前郵寄或分送移轉投票 投票全人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二十五條之十二 第二十五條之不在籍投票 投票全人名冊確定後 投票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應填造不在籍投票投票全人人數統計表 送郵投票地鄉鎮市區公所 轉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於投票日三日前會整公告 並由投票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並入戶籍地投票之投票全人人數計算 通訊投票全人數由投票全人戶籍之 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公告 並由戶籍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並入戶籍地投票之投票全人人數計算 實在力量黨團提案新增第二十五條之六 第二十五條之一不在籍投票 投票全人名冊確定後 投票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應填造不在籍投票投票全人人數統計表 送郵投票地鄉鎮市區公所轉報 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於投票日三日前會整公告 並由投票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並入戶籍地投票之投票全人人數計算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二十五條之十三 不在籍投票投票全人之公投票 由各該投票地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四樣印制 實在力量黨團提案新增第二十五條之八 不在籍投票投票全人之公投票 由各該投票地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四樣印制 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二十七條 於墨距第二十四條等文字的後面增定 以及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 第二十五條之四字 第二十五條之九 第二十五條之十二第二項 第二十五條之十三等文字 委員翁從軍等十八人提案 第四十三條將聚首第二項 將聚首第二項等文字修正為第四項 據文字軍統現行條文 委員羅美玲等十八人提案新增第四十五條之一 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者 除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兩百萬元以下罰還 其為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者 並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四十五條之一 以本法第二十五條之五之規定 投票權人應通報 而未通報者處新台幣五千元以下罰還 此的力量黨團提案新增第四十五條之一 未規避第十條之審核程序 及第十三條之審查程序 而大量偽造 盜用印章印文或數壓 或大量偽造 變造文書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病科 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 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所稱大量細紙超過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法定提案人數 或第十二條第一項法定連署人數 達十分之一以上者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犯第一項之罪責 除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 對該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並刻以第一項所定之罰金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四十五條之二 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對於申請通訊投票之 投票權人資料應付保密之責 若發生資料外洩之情試者 相關選務工作人員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新台幣十萬元以下罰還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四十五條之三 通訊投票之投票權人 利用通訊方式 重複投票或在行使通訊投票後 又於投票日至投票所投票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還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四十五條之四 冒用他人名義於通訊公投票上圈選者 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國民黨黨團提案新增第四十五條之五 利用通訊公投票之 郵遞過程以詐述破壞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使通訊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或變造通訊投票之結果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稅犯罰之 繼續宣讀公民不在即投票法 草案等三案條文對照表 委員溫玉霞等十八人提案名稱公民不在即投票法 委員林維洲等二十一人提案名稱公民不在即投票法 民眾黨黨團提案名稱公民投票不在即投票法 委員溫玉霞等十八人提案第一條 為保障人民參政權落實選舉權及公民投票權之行使 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對照委員林維洲等二十一人提案第一條 為保障並落實我國國民平等行使選舉罷免創自復決之公民權 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公民投票法 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 對照民眾黨黨團提案第一條 為保障國民行使投票之權利 並依國民並依公民投票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制定之 第十一條中間選舉委員會辦理全國性公民投票 以不在即投票方式實施時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適用公民投票法之規定 委員問一下等十八人提案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以公民不在即投票指符合資格之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得位 移轉投票或特色投票所投票或通訊投票二 移轉投票指符合資格之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得 申請於戶籍地以外之居住地工作地或求學地投票 三 特色投票所投票指符合資格之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得 申請於主管機關設置之特別投票所投票 四 秘密通訊投票指境外國民符合資格之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得 以主管機關所定辦法申請以秘密通訊方式投票 對照民眾黨黨團提案第二條 公民投票不在即投票系指投票權人 以本法之規定以移轉投票通訊投票及指定場所投票進行投票 以及第三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以轉投票指投票權人於投票日至移轉投票地自投票所進行投票 二 通訊投票指投票權人一 主管機關一本法定定之規定於投票日進行投票 三 指定場所投票指投票權人於主管機關指定之投票所進行投票 委員吳亦霞等18人提案第三條 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中央選舉委員會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選舉委員會 在縣市為縣市選舉委員會 對照委員林維州等21人提案第二條 公民不在即投票辦理及執行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 並指揮監督直轄市及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 對照民眾黨黨團提案第五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中央選舉委員會 並指揮及監督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辦理公民投票不在即投票 委員林維州等21人提案第三條 投票人於投票日前涉及於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且依法具有選舉權及公民投票權並符合 本法規定之適用對象者均得以本法申請公民不在即投票 委員林維州等18人提案第四條 中華民國境內國民於選舉日具有投票資格之下列人員的申請移轉投票 或於特赦投票所投票 投票日擔任選務工作者 再營服役之軍人 三執行勤務之警察 四在戶籍地以外工作者 五在戶籍地以外求學者 六因疾病身心障礙生產或受傷而不良於行者 七在兼服刑但未此奪公權者 中華民國境外國民 包括在大陸經商或求學之國民於投票日 具有投票資格者得申請通訊投票 對照委員林維州等21人提案第五條 下列人員得申請公民不在即投票 一投票日擔任選務工作者 二在營服役之軍人 三執行勤務之警察 四在戶籍地以外工作者 五在戶籍地以外求學者 六因疾病身心障礙生產 或受傷而不良於行者 七在兼服刑但未此奪公權者 對照民眾黨黨團提案第六條 具有公民投票權之投票權人 申請以公民投票不在即投票方式投票 公民不在即投票方式得以移轉投票特赦投票所投票 提早投票等方式為之 前向公民不在即投票方式適用於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 公民之下市長 縣市長及全國性公民投票 前二項公民不在即投票方式 及適用選舉類別 其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對照民眾黨黨團提案第四條 本法適用於全國性公民投票 但總統一公民投票法 第十六條規定交付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不在即投票行使 因令定規定 委員吳亦霞等十八人提案第六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至國民得以選舉公告日起 七日列檢附本人國民身份證證反面影本 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以雙掛號送達戶及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申請不在即投票 對照委員林維州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六條 申請人具備本法第三條所定之資格身份 及第五條所適用之對象者 可於中央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公告 選舉投票日後 檢附本人國民身份證證反面影本 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提出申請 申請人應於投票日起 算前九十日至投票日前六十日 自其間提出公民不在即投票之書面 申請以雙掛號郵寄送達戶籍所在地 自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對照民眾黨黨團提案第七條 具有公民投票權制投票權人申請 公民投票不在即投票方式行使 公民投票權利應自主管機關發佈受理 申請公民投票不在即投票公告之日起至 投票日前六十日止 送達其戶籍地之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請向公告應於公民投票公告發佈之日公告 載明申請資格期間地點應被據書建 及申請方式等 移轉通訊及指定場所投票之申請作業 及相關四項之辦法應用主管機關定資 以及第八條主管機關應建置電子化系統 提供投票權人申請不在即投票 其申請方式查核作業意義及其他相關四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資委員吳宁霞等十八人提案第七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印制統一格式之公民不在即投票 申請表所有公民不在即投票之申請 應使用此統一格式辦理公民不在即投票之申請書面表格 應包括以下各欄目以填寫下列資料 一選舉人或公民投票全人姓名身份證字號戶籍地址 與通訊地址 二選舉人或公民投票全人之親筆簽名 三公民不在即投票方式 為林維州等對照委員林維州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七條序文字第三款軍統委員魏宇霞等十八人提案 然後第四款為四選舉人或公民投票全人選區之後選人 委員魏宇霞等十八人提案第八條 公民不在即投票申請截止後 主管機關對於申請者應進行資格認定審查 並應將審查結果於投票前15日內 官方網站公告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關於前項審查結果 申請人如有疑義得於公告後五日內或收到書面通知 三日內向各該選舉委員會提出異議各該選舉委員會於一定期限內 議決公告之並以書面回覆申請人 對照委員林維州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八條 公民不在即投票申請截止後 直銷市選舉委員會對於申請者應進行資格認定審查 並應將審查結果於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關於前項審查結果申請人如有疑義可於收到通知書後 七日內向各該選舉委員會提出異議 各該選舉委員會對於異議案件應召開該籍選舉委員會議決之 委員林維霞等十八人提案第九條 中中直銷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應將合格之公民不在即投票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名單 編造成冊 並以備註來應載明其投票方式及處所 並同一般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名測公告越南 如果有錯誤或遺漏 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2條第23條規定處理 直銷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日前 將其所屬公告確定之公民不在即投票選舉人 或公民投票權人名測除通訊投票則外 分送至移轉投票或特赦投票自投票所 對照委員林維洲等二十一人提案第九條 中央直銷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應將合格之 公民不在即投票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名單 編造公民不在即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名測 名測被註來應載明投票方式及處所 並同一般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名測公開成列公告越南 如果有錯誤或遺漏准用公職人選舉罷免法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規定處理 直銷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應將所屬公告確定之移轉投票 特赦投票所投票應找投票之公民不在即選舉人或公民選舉權人名測 分送至各投票所之直銷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公移轉投票特赦投票所提早投票使用 為林維州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十條 直銷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應就移轉投票特赦投票所投票 提早投票分別印製不同之公民不在即投票選舉選票 公公民不在即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使用 特赦投票所投票提早投票選票應於投票日前七日內印製完成 並於各該投票日前一日送達各該投票所 委員林維州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十一條 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 第五款之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得向直銷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提出申請登記在不同投票所或選舉區投票 前項於移轉投票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委員林維州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十二條 直銷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應於符合第五條 適用對象之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聚集與方便之處所 特別設置投票所公不在即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投票使用 有關特色投票所投票之常遇及優先適用對象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令定辦法規定之 對照民眾黨黨團提案第九條 主管機關應針對具特殊情形之公民投票權人設置適當公民投票措施 民眾黨黨團提案第十條 投票所開票所管理員之派充不受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八條 第二項之規定委員林維州等二十一人提案 第十三條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 第十款第五款之選舉人或公民投票權人得申請於投票日前五日 先行投票前向投票日期及地點由直轄市選舉委員會一 第九條規定公告提早投票期間直轄市選舉委員會應對提早投票之票箱 指定專人管理及監督並於開票時間一併開票與計票 前向提早投票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文維俠等十八人提案第十條 公民不在即投票之選票應於一般選票合併計算之 對照委員林維州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十四條 直轄市選舉委員會應將公民不在即選票與一般選票共同合併計算 候選人或公民投票之得票數並依合併後之得票數高低公告值 委員林維州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十五條 漏選人之得票差距如少於公民不在即投票有效選票總數的十分之一時 得於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十五日內 向管轄法院提出公民不在即選票複查之申請 前向之複查僅得對選票之有效性進行複查 不得妨害選舉人秘密投票之權利 委員文維俠等十八人提案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系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於本法公佈後至六個月內完成 對照委員林維州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十六條 本法施行系則應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本法公佈後一個月內完成 對照民眾黨黨團提案第十二條 本法施行系則由主管機關定職 委員文維俠等十八人提案第十二條本法至公佈日後一年內施行 對照委員林維俠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十七條本法至公佈日後施行 對照民眾黨黨團提案第十三條本法至公佈日一年內施行 接續先讀修 演繹公佈日後施行系則 剛才親疏師Ó 文維修 附附itional 委員林維州等三人所提修正動議一 是針對委員林維州等二十一人擬具 公民不在籍投票法草案予以修正 在名稱的部分 修正後的名稱為 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 然後修正條文第一條 未實施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不在籍投票便利公民參與 落實公民投票權之行使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不在籍投票 除本法令有規定外 適用公民投票法之規定 下列公民投票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一 總統一公民投票法第十六條規定交付之公民投票 二 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立法委員選舉或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之公民投票 是對照委員林維州等二十一人提案的第一條 然後修正條文的第三條 文字內容為 本法所稱不在籍投票 指投票全人於投票日至移轉投票地之投票所投票 前項所稱移轉投票地址下列地區 一 投票全人戶籍地以外之直轄市縣市 二 投票全人戶籍地以外之直轄市縣市 二 投票全人戶籍地與三地離島或其他邊遠地區者其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之他鄉鎮市區 三 投票全人戶籍地設於非三地離島或其他邊遠地區者其同一直轄市縣市內屬三地 離島或其他邊遠地區之鄉鎮市區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鎖定三區離島或其他邊遠地區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之 修正條文第四條對照提案的第二條 修正後第四條文字內容為 不在即投票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並指揮監督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 提案的第三條不予定定 提案的第五條對照修正後第五條 據公民投票全資投票全人得申請不在即投票 提案的第四條不予定定 提案的第六條對照修正後第六條文字內容為 第六條投票全人申請不在即投票 除另有規定外 因自中央選舉委員會 發布受理申請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即投票公告之日 起自投票日前60日子 被據親自簽名或概章之申請書 載明姓名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及申請移轉投票地 自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及村里 並檢附本人自國民身份證正面及背面 影本象棋戶及地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提出前項公告應於公民投票公告發布之日公告 展明申請資格期間地點 因被據書件及申請方式等四項 投票全人以第一項規定申請後得於申請期間屆滿前 被據親自簽名或概章之申請書 並檢附本人自國民身份證正面及背面影本 申請變更移轉投票地或撤回申請 其申請變更移轉投票地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及前項申請以郵寄提出者 其送達日期以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收件日為準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建制電子系統 提供投票全人申請 不再及投票 其申請方式查核作業 14日期及其他相關事項辦法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資 提案第七條對照修正後第14條 文字內容為本法鎖定各種書件表冊 格式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資 提案的第八條對照修正後的第七條 文字內容為 第七條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收到前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之 申請書建後 應於投票日55日前編造 申請移轉投票 投票者名冊送交戶籍地 戶政機關 但有下列情勢 質疑者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應不予受理並通知選舉人 一為依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期限申請 二為備具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之書件 三非向申請時之戶籍地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申請 四依前條第三項規定申請變更移轉投票地或 撤回申請後再行申請 五同時或 新後申請於不同移轉投票地投票 戶籍地戶政機關收到申請移轉投票者名冊後 應依據戶籍登記資料 於投票日50日前 完成查核 並將準博登記移轉投票之查核結果 通知書以掛號郵寄申請人 申請人有效率情勢之一者 戶政機關應不准於登記 一申請人未具投票權人資格 二申請之移轉投票地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三 申請移轉投票之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區及村里 書寫錯誤或不明字 未能合配投票所 經准於登記移轉投票之投票權人 於查核結果通知書送達後自投票日前 上市投票權人資格者原查核結果 四其效率 不已列入移轉投票投票權的名冊 已列入名冊者註銷之 投票權人經准於登記移轉投票後 應於移轉投票地之投票所投票 其於投票日前有戶籍移動情形者 人應於移轉投票地之投票所投票 提案第九條對照修正後 第八條文字內容為戶籍地 戶政機關應於投票日45日前 將其核准移轉投票之投票權人清冊 送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並於戶籍地投票權人名冊 註記移轉投票 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應依前項清冊 於投票日前20日編造移轉投票投票全人名冊 移轉投票投票全人名冊 編造完成後 應送由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公所 於投票日15日前 公告閱覽 其公告期間不得少於3日 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得到場查閱 發現錯誤或遺漏 使得於公告閱覽期間內申請更正 前項查閱移轉投票 投票權人應憑本人 國民身份證並以查閱其本人為憲 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經公告閱覽期間後 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公所 應將該名冊及申請 更正情形 送由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查閱更正 並通知戶籍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註記 提案第10條第11條以及第12條均不予定定 修正後第9條文字內容為 投票所工作人員由工作地鄉鎮市區公所編造工作地投票 投票權人清冊於投票日30日前分別送戶籍地及工作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戶籍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查核投票權人資格後 進入戶籍地投票權人名冊助記工作地投票並將經查 和符合資格之工作地投票 投票權人清冊送工作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編造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名冊 原準以登記為移轉投票投票權人之投票所工作人員應由戶籍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並更助記為工作地投票並通知原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不予編入移轉投票 投票權人名冊以列入名冊者註銷之投票所工作人員得在戶籍地以外之直轄市縣市之工作地投票所投票 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於編入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名冊後 因故未擔任投票所工作人員應於工作地之投票所投票 修正後第十條第八條鎮定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及第九條鎮定 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名冊確定後 移轉投票地及工作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因填造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及工作地投票投票權人人數統計表 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於投票日三日前會整公告 並由移轉投票地及工作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並入戶籍地投票資投票權人人數計算 修正後第十一條 準於登記為移轉投票投票權人之公民投票公報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投票日二日前公開於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移轉投票地鄉鎮市區護政機關 因依據確定之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 編造投票通知單 以書面或其他方式通知 準於登記移轉投票資投票權人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建制移轉投票 投票權人投票資格及投票所地點查詢系統 提供移轉投票投票權人查詢 內政部應提供移轉投票投票權人名冊資料 修正後第十二條 移轉投票公投票由各該移轉投票地之家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印制 修正後第十三條 投票所開票所管理員之派充 不受公民投票法第二十四條準用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有關管理員為現任公教人員比例之限制 提案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以及第十五條 均不予定定 第十六條也是不予定定 提案第十七條 對照修正後第十五條 文字內容為本法制公布日施行 宣讀完畢 好 來 討論事項所列議案第一至第十一案 所有條文連同修正動議 待行政院案覆委後再行審查 所列議案議程處理環境 現在上會 一定要去本身費 請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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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